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年人本身骨质疏松 容易发生骨折 由于老年人对疼痛敏感性差 有的一定发生了骨折 但未感到明显疼痛 不及时就诊 容易耽误病情 因此老人跌倒 不能认为没有疼痛就不会骨折 只要跌倒就要及时就诊 以骨骨镜骨折为例 骨折如果在外伤后 虽然没有疼痛或者机肉轻度的宽固不知 但人能行走或者骑自行车 这类患者也应高度重视 很可能是裂缝镜或者牵插性骨折 只要及时到医院检查射片 就会避免误诊漏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